就在前不久,禅宝比赛完回家探亲,本以为他会借此好好休息睡个懒觉,但没想到他还是和平常在队里训练一样,一大早就起床带着弟弟妹妹跑步,锻炼完后自己就去炒菜做饭,甚至还会拿着锄头和父母一块下地干活。 尽管他已经拿到很大的成就,但禅宝并没有以此为傲,别看他年纪小,却比很多人都懂事。 因为全妈妈出过一场车祸后,身体就一直不太好,他也知道父母养育自己的辛苦,稚嫩的他直接说,要挣钱寄回家给妈妈治病。 那时的他连奥运会是什么都不知道,只知道因为那时家里条件不好,妈妈看病需要钱,所以他一心想要跳好比赛,好拿奖金寄回去,也可以让父亲轻松一点。 就连禅宝妈妈也没想过,女儿小小年纪就有这么细腻的心思了。 而禅宝近几年待在国家队的时间比较多,但一点都没减少他对家乡的思念,对于父母,他是非常感激的,每次采访时被问到他的心愿是什么,他都会说,想要回家。 就是这样一个勤劳孝顺,又懂得感恩的禅宝,也难怪大家会这么喜欢他了。 家人们,愿意为这么懂事的禅宝点个赞吗? 关注我,带你了解更多明星故事。